作詞・編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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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個他可以治療臨近組織器官的病 第三個可以治療經絡病 第四個可以治療臟腹病 第五個可以治療前身病 那我們就這麼講 五書訓六條陽經六條陰經 只要在下肢的絕對不會過膝 只要在上肢的不會過膝 熟就是上肢 足就是下肢 我們最好熟能詳的就是竹三里 竹三里是胃經的核性 胃經由頭走直 他是五書訓之一 他有五大功能 第一個可以治療局部的肌肉損傷 筋骨的症痛 第二個可以治療臨近器官的症痛 西退化性的關節炎 或者肋鋒式關節炎 或者竹白的免傷 第三個他可以治療經絡病 竹三里屬胃經 他可以治療胃經的毛病 胃經由頭走足 比如說頭痛 顏黑 流鼻水 牙痛 嘴唇泡疹 顏面神經麻痺等等 只要是經絡病 他都可以治療 第四個他可以治療臭腹病 胃經嚴若胃 胃等式是臭腹 屬於腹 所以你的胃痛 被殺死人會癢 這個竹三里流血 最後可以治療前身病 我們知道說 趕快的時候有人發燒 燒退了以後呢 疑熱未解 從三十八、三十九 退到三十七 三十七度半 那正常的體溫呢 是三十六度半到三十七度 那他都是三十七度半左右 所以人人會微微的熱 那微熱呢 病人會不舒服 所以我們常常講 苦心凡熱 就是額心、手心、腳心 會覺得熱熱的很不舒服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叫做什麼 身體的氣血呢 這個功能比較低下 沒辦法恢復 那這個時候呢 疑熱未解呢 我們就可以用竹三里 因為竹三里是陽陰肌 可以治療 氣血結實力陽陰 可以治療氣血不足 引發的不愉快 那你氣血不足呢 你要產生疑熱把它解除 不容易 那你吃退燥藥太多 一直出汗 吃太少呢 沒有效 所以你可以配合怎麼樣 針灸 用陽陰肌 守陽陰大腸肌 百六七之合 足陽陰胃肌 用竹三里 很快的呢 一熱胃肌就怎麼樣 快速的會冷起 忠於你兩三天 看來很快 所以說我們的五書憲 他可以治到幾個作用 五大作用 各位要記住 五就是五 那中華民國的政府呢 有管轄兩千三百萬人口 那要怎麼去運作呢 他主要是掌握五頁 行政立法、司法、考試、檢查 那一條筋肉呢 最多的是什麼筋 膀胱筋六十七 最少的是心筋 九個 那我們呢 只要掌握五書憲 就可以運作那一條筋 這樣聽得懂嗎 只要掌握五書憲 就可以運作那一條筋的作用 那五書憲呢 非常非常的安全 又非常非常的玩笑 所以說呢 很多的密遺啊 寺廟在以前 民國六十幾年 一歐還不嚴格的時候 他們寺廟裡面呢 一大堆的人在看病 也有一大堆的人在密遺那邊看病 那為什麼一大堆呢 除了心理作用以外 很多的原因是怎麼樣 那寺廟的人員 那些密遺呢 都是砸五書憲 第一個呢 他是在手肘以下 膝蓋以下 整個雜症都不會死掉 因為沒有內障 所以說呢 安全 只要躺著的話 雜症又不會陰症 所以說呢 非常安全 第二個呢 五書憲可以運作前身 各處的疾病治療 所以說呢 又非常有效 所以各位呢 一定要記住 五書憲大功能 所以我們上次講 針灸絕對可以平安 讓你過一輩子 遵守針灸的安全套餐 針灸的安全套餐 就是六個字 第一個呢 躺著 躺著呢 就不會用針 第二個四肢 就找五書憲 你要針 怎麼針 都沒有內障 第三個七幹呢 用九五雅和八怪 怎麼弄呢 都不會傷到內障 這裡呢 各位要記住 躺著 四肢加七幹 六個字 你就可以陪到你過一輩子 學一點安全 好 像一張 那這個呢 各位就可以先抄這個 還有這個 極性病的時候呢 各位要記住 要用五書憲 五書憲呢 就是緊因蘇顏經和 難性病的時候呢 也可以用五書憲 也是緊因蘇顏經和 但是我們給你們整理一下 難經講 五臟六腑有病 接起其蘸血 那蘸血呢 是五書憲中的一個 五書憲中的一個 所以急性病 慢性病都可以用 急性病的時候 可以用蘸血 慢性病的時候 也可以用蘸血 好 那我們在臨床經驗中呢 急性病呢 蘸血之外呢 還可以加哪些血呢 加四個血 所以我們急性病的時候呢 總共用五個血 哪五個血呢 第一個 顏瀉 然後加上頸瀉 因為氣的拿鹽是頸瀉 把頸瀉呢 一瀉掉 氣就會減弱 症狀呢 就會緩解 要恢復病情 就會比較快 第二個呢 就是細瀉 細呢 就是空隙 我們的瀉道是空隙 那這個細瀉呢 是空隙中的空隙 就是表示說比較大 那細瀉呢 那細瀉呢 就是骨肉之交 氣血升級之處 那這個地方比較大 所以說正氣也會經過 邪氣也會經過 所以說呢 有病的時候呢 你要趕快給它恢復 正常 我們要用細瀉 因為這個容易堆積邪氣 所以用細瀉 那細瀉位於在哪裡呢 四肢 怎麼雜瀉都非常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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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日本人呢 他們有一個說法 半夜的時候肚子痛 當然第一個要去找醫師 但是從家裡到找醫師當中呢 痛 所以便送去的時候呢 便要給人病得去 怎麼處理呢 他就把這個顏值筆呢 顏值筆呢 就把這個筆心啊 拿掉 是那個頓的那一端 往哪裡啊 往這裡啊 這裡叫什麼瀉 梁瀉 他不是要竹三瀉 他一樣的梁瀉 因為竹三瀉呢 是五蘇瀉中的河瀉 那有效 那梁瀉呢 是胃筋的細瀉 所以說用細瀉的話呢 療效會更好 就邊壓這邊 邊送到醫院 一方面呢 緩解病情 一方面呢 不擔憂病情 這個呢 是非常好的方法 所以說細瀉呢 在急性病的時候呢 各位把它選 First Choice 第一選擇 第一有效 第二安全 那為什麼不用直接用頸瀉呢 因為頸瀉會痛 除非說這個病人不省人事 像生育界我們教的 腦中風 那你只要用頸瀉 那平常呢 我們就先用細瀉